男子半夜去大厦祭拜女友 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十年前的时空 今天带来喜欢故事变异的火种 某天夜里顶楼的一家报社被人蓄意纵火点燃了 一男一女被困在了里面 男人准备打电话求救 却发现电话线被剪断了 这时女人的男友阿文冲了进来 阿文当即打开那房间的通风口 他让女友先逃走 谁知另一个男人抓住了他 纠缠中阿文被推到火里烧伤了脸 阿文立即反扑将男人打倒在地 女友让阿文先上去 而自己却葬身火海 火海逃生的阿文毁了戎 整天颓废消沉 在小区当一名保安 但他一直没有忘记女友 这天同事跟他说 有个老乡要请假结婚 想让阿文帮忙代班 阿文一打听才知道 工作的地方竟是女友被烧死的那栋大厦 阿文害怕触景伤情 说什么也不愿意去 但同事告诉他逃避是没有用的 干脆趁这次机会解决心病 阿文被他说服 晚上阿文去到那栋大厦上班 搭档强哥带他上楼看了一圈 十年前的报社已经换成了一家新公司 但阿文还是触景伤情 十分难过 第二天阿文带着祭品来祭拜女友 刚烧完香准备离去 一个橘子突然滚到了他的脚边 将橘子捡回去的时候 阿文听到办公室传来电话声 他发现这里竟然变回了十年前的报社 他走进去一看 看到了女友 但女友却不认得他 报社的太子华纠缠着女友 随后俩人一起下了楼 阿文坐上电梯追了下来 他问搭档强哥 有没有看见一男一女下来 强哥说没有 阿文当即跟强哥说了刚刚的事 但俩人再上楼去看的时候 报社又变回了现在的公司 强哥认为 是他对十年前的事执念太深 所以才产生了幻觉 周末阿文去墓地祭拜了女友 他思来想去 觉得肯定是女友想告诉他什么东西 晚上他再次来到顶楼祭拜女友 发现办公室又变回了报社 这次他不仅看到了女友 竟然还看到了十年前 没毁容的自己 过去的自己来接女友下班 阿文跟着他们一起下来楼 来到楼下的时候 阿文发现强哥不见了 保安也变成了十年前的保安 难道说他回到了十年前的时空 正当他准备追出去的时候 强哥在身后叫住了他 而过去的自己和女友也不见了踪影 阿文想起了十年前的事 当时他和女友已经在谈婚论嫁 某天女友突然提出要和他分手 还说自己已经跟太子华好上了 被甩的阿文悲愤交加 但过去了这么多年 阿文早就想通了 如果不原谅女友 他就无法放下 他决定回到过去 改变历史救出女友 晚上他再次来到顶楼 看到太子华拦住了女友 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 原来女友当年并不是因为和太子华好上 才跟他分手的 而是被太子华给强奸了 正当阿文准备进去的时候 过去的自己突然出现 他看到太子华和女友在一起 误会两人真的有一腿 当即言语羞辱了女友 女友羞愤的跑进了办公室 太子华命人把过去的阿文打了一顿 随后将他赶了出去 虽然之后女友去找他解释 但都被暴躁的他给赶走了 得知真相的阿文呢 十分震惊 他这才知道 这么多年自己一直误会了女友 但他却更加痛苦了 原来当年那把火就是他放的 为了报复二人 他一时冲动烧掉了报社 但是把自己也困在了里面 所以后来才发生了 他去救人被烧伤的一幕 为了挽回自己的过错 阿文早早的去到大厦下等待 到了晚上 他赶去大厦 遇见了正准备点火的自己 他准备告诉自己事情的真相 却被对方给打晕了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 报社已经着火了 而三人被困在了室内 他赶到前台去找钥匙 并告诉过去的自己事情真相 这次他们俩一起去救女友 过去的阿文和女友 成功通过通风口逃脱 而阿文为了阻挡太子华 和他一起葬身火海 最后阿文烧焦的尸体 在顶楼办公室被找到 而另一个时空的阿文和女友 则活了下来 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所以说阿文算是 成功扭转的历史 让女友和自己获得了新生吧 这个故事来自港剧极度空灵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